物料破碎的过程是一种实打实的工作原理 机物料由冲击式破碎机上部垂直落入高速旋转的液轮腔内 在高速离心力的作用下 与另一部分以散撞形式分流在液轮四周的物料产生高速撞击破碎 物料在相互撞击后 又会在液轮和机壳之间与物料形成涡流并产生多次的相互撞击 摩擦而粉碎 最后从下部垂直排出 排出的物料被输送带送到震动筛进行筛分